即时悔悟的军官 在宁国初年 各地的军阀相互混战 俗话说 乱世出英雄 因此有很多能征善战的士兵 因为立下战功而升官加绝 阿布就是其中一位 听说大帅又提拔了我们的长官 他这么年轻就当上了营长 真是了不起啊 你是说我们的长官阿布啊 他打仗是不要命 他的官职可都是拿命拼来的 怎么 你对他很熟悉吗 当然了 我可是和他一起当过兵 每次打仗的时候 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打死的敌人也是最多的 所以才会一步一步地 做到现在这个职务 哦 原来如此啊 屡立战功的阿布官越做越大 赢得了很多人的羡慕 但他的母亲却很不高兴 因为他母亲是位虔诚的学佛人 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呢 妈 过几天我又要带兵打仗了 这些天没事就回来陪陪你 打仗 打仗 天天打仗 你要知道打仗是会死人的 妈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有事的 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亲自上战场了 虽然你没有事 但每次打仗总会有很多人死掉的 这是杀生啊 阿布 能不去吗 不去可不行 大帅刚刚给我升了官 我怎么能不去呢 唉 你的职位越高 智慧的权力也越大 死伤的人也就越多 虽然那些死去士兵的性命 不是你直接夺走的 但却和你有着莫大的关系 阿布 杀业积攒太多 是要遭报应的 我不求什么荣华富贵 别再带兵打仗了 好吗 妈 战争原本就是残酷的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身处现在这个乱世 当兵打仗都是身不由己 上天是不会怪罪的 你这样想那是大错特错 阿布 你是个军人 那宋朝的两员大将 曹兵和曹汉 你应该知道吧 当然知道 妈 你整日里烧香拜佛 怎么会知道 宋朝这两位将领呢 不用管我如何知道 那他们两人的事迹 你知道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那好 那今天我就跟你说说 曹兵和曹汉 这两位将军的故事 曹兵是宋朝的一位开国大将 帮助宋太祖平定天下 立下一番汉马功劳 有一天曹兵遇见了 擅于相术的高士陈希仪先生 曹将军 你的边城古龙起 印堂宽阔木长光弦 对定早年富负 所记得是 一切口锤没有挽服 凡出兵作战 离开一面之网 或可培植一些挽服 好的 先生的话 我记住了 后来曹兵带兵攻暑 历经很长时间 攻占了穗宁这个地方 曹将军 为了攻下穗宁 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士兵 如今城市已破 我们得给穗宁人颜色看看 没错 我们应该把穗宁城内 投降的士兵全部杀死 只杀士兵太便宜他们了 当初守城的时候 城里的百姓 一直支持着蜀军 所以才给我们 制造了那么大的麻烦 所以我认为应该屠城 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没错 我们应该进行屠城 不行 你们给我听好了 马上传我命令 不但禁止屠城 还要妥善对待战俘 以及城里的百姓 遵命 后来曹兵奉命 征伐江南 因不忍生灵涂炭 他便假装生病 不肯就职 曹将军 我们明天就要出征江南了 你就等着我们凯旋 归来的好消息吧 是啊 曹将军 希望你的病 能早日好起来 等我们凯旋归来的时候 再和你一起 喝庆功酒 是啊 曹将军 这些日子 你一定要好好吃药 调养身体 让病赶快好起来啊 我的病 绝不是吃药能够痊愈的 啊 曹将军 那应该怎么样才行呢 如果我们能帮上忙的话 一定在所不惜 只要你们个人 诚心诚意地 自己发誓 攻克江南之日 绝不忘杀一人 那么我的疾病就可痊愈了 总部将听了曹兵的话 便对天坟相为室 攻克江南之日 相界不许妄杀一人 曹兵的这一举动 又保全了千千万万的人命 后来曹兵 再一次见到了陈希仪 啊 曹将军 几年前我看你的相 一削口锤 那时我认定你没有挽福 可是现在你的相已改变 口角一封 金光俱要于面目虚美 必能增禄岩寿 后福无量 金光 怎样叫做金光呢 金光就是德光 其色如紫光黄亮 人若因德有感 面现金光 眉现彩光 目现神光 其其外名而内彻 不独增寿 当因子孙远福 感谢当年 先生的忠告之言 才有今日远栽赔福之德 后来果然不出陈希仪的预言 曹兵晚年很有福气 最后想高寿儿族 并被追封 季阳郡王 他共有九个儿子 长子 四子和三子 都是一代名将 其余的儿子也都追封王爵 资子孙孙 长胜无比 那曹汉呢 曹汉他带兵打仗时 经常纵阴图成 肆意杀戮 掠夺民间财宝许多 杀害普通百姓无数 结果他后来被消去关绝 流放灯舟 曹汉死后 他的子孙大夺龙为乞丐 由此可见 闪恶报应 昭然不爽啊 妈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打完这一仗 我再回来看你 唉 营长 你今天和老太太聊了好长时间啊 是不是老太太她又不让你上战场啊 是啊 老太太希望我不要再打仗了 营长 你百战百胜 老太太应该放心才对 老太太并不只是担心我出意外 而是打仗可能误杀 造下杀生罪业 我参与进来是要遭报应的 今天他还给我讲了曹兵和曹汉的事迹 曹汉 莫非就是宋朝那个屠城将军曹汉 是啊 怎么 你也知道这个人 当然了 在我们苏州流传着一个故事 那就是曹汉屠城 世事为主 平朝有一位苏州人叫刘西元 他为人慈悲 有一次他乘船回乡的时候 做了一个怪梦 刘善人 刘善人 你是谁 我是宋朝的将军曹汉 其实是唐代的一位商人 因为一心信佛经常放生 积下善音 后世做过几时官吏 到了宋朝又当了将军 就是曹汉 不过 自从当了将军后 便经常在破城之后屠城 种下了严肿杀业 只能世事 堕落为猪 现在 你听传的地方 有个土壳 第一只受宰杀的猪 那就是我 因此 哀求你发发慈悲 救救我的命 真是好奇怪的梦啊 老爷 你醒了 我刚才做了个怪梦 什么声音啊 哦 那是猪叫的声音 在这岸边有个杀猪的屠宰场 每天清晨都会在那里杀猪 难道是真的 说着 他急忙跑出了船舱 老爷 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救命 叫什么叫 再叫 我现在就捅死你 刻骨的猪 吵死了 住手 住手 最终 刘夕园花钱将这头猪买了下来 并带回苏州 送到放生园中放生 曹汉 你现在安全了 那头猪听后 抬头看着刘夕园 然后竟然一下子 朝着他跪了下来 后来 不论什么人 只要朝他喊一声曹汉 那只猪就会昂首摇尾地回应 据说当时苏州 有非常多的人 都曾亲眼目睹这件事 这 这事不会是真的吧 谁知道呢 不过 在我们家乡 大家都相信 这是真实的一件事情 嗯 自从听了曹冰和曹汉的故事后 阿布在带兵争战时 便心有顾虑 而且每次看到战场上的尸体时 心里也感到隐隐作痛 营长 你今天叫我来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是啊 过几天大帅准备派我们出战 可是 这段时间我发现 自己越来越没办法打仗了 营长 其实这段时间 我也察觉到你的变化了 过去你打仗时 就像一只猛虎 而现在呢 你总是畏首畏尾 有时候 见到牺牲的士兵 还会流露出惊慌的神色 没错 我是变了 我已经变得不像一名军人了 所以我准备向大帅推荐你 由你来接替我的位置 那你呢 我准备带着我的母亲 回乡下老家 自从我当兵以后 我的母亲每天都在为我担心 天天念佛诵经 希望菩萨 能够原谅我造下误杀的罪业 以前我不信什么报应 但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 我开始有点相信这些东西了 啊 就这样 阿布带着母亲 回到了乡下老家 而她的位置 则由王副官接替 随着几次圣仗屡历战功 王副官被升为了师长 如果阿布还留在这里的话 那师长这个位置就是他的 是啊 他怎么突然就离开部队了呢 真是太可惜了 人各有志 好了 赶快把武器整理好 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这一次可是场硬仗 希望我们都能平安回来 然而 这次他们却遭遇惨败 士兵死伤无数 王副官也被一枚炮弹击中 炸得尸骨全无 如果我没有及时退出的话 那这次死的便会是我吗 说着 她放下手中的报纸来到里面 屋内供奉着菩萨 母亲正在那里 虽然在那里 虽然在那里 阿布走到母亲身旁 然后也朝菩萨满怀虽诚 礼拜着 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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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